指揮中心記者會以後改一個禮拜一次 那目前確診數有逐漸下降 未來這個新冠病毒 會不會再改從第五類改成 降成第四類 那第二個問題是從3月6號開始 學生戴口罩就是自行來做選擇 但是有家長就會擔心說 那戴著口罩上課 會不會被霸凌等等的問題 那之後會不會有 相關同意訂定 謝謝 好 我想第五類改到第四類 我想這個是 應該是最後的這個措施了 那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處理這個隔離者 這個確診者隔離的方式的調整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通報定義的改變 我想這兩個部分 我們現在很積極的 正在這個 擬定計畫 那在跟專家在做討論之後 那我們可能會盡快的來做這個實施 那如果當然這個前提是我們這個國內的疫情 是穩定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教育部這邊 他我們都是請教育部 那跟各縣市的這個衛生的教育局去做 互相的一些 約定 那當然會反映在學校的這個措施上面 那指揮中心這邊訂定的是大原則 在這個大原則之下 如果各 學校有一些因地質疑的做法 那這個我們也尊重 那至於說會不會因為 戴口罩被霸凌 我想 以我們過去這麼久的經驗看起來 我們在亞洲地區 是沒有這種狀況 那這個在歐美是比較有這種情形 那在亞洲應該是不至於有這樣的問題